冯小刚饭局照流出,对大佬毕恭毕敬不敢说话。 说到冯小刚,他在娱乐圈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,导演过很多优秀的作品,冯氏幽默开创了一个时代,作品屡次获得国际大奖。 冯小刚是弟弟道道的北京人,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,他的导演之路并不顺畅。 高中毕业后冯小刚参加了部队,后来参与了许多艺术晚会的筹备工作。 1984年他作为一位美术助理参与生死术的制作,进入电影圈。 冯小刚的事业历程非常励志,一步一步走到现在,是一位很成功的导演。 近日,冯小刚和陈凯歌的范照被曝光,照片上可以看出,冯小刚被陈凯歌给搂住,毕恭毕敬侧耳倾听,一副很谦逊的样子。 陈凯歌也是导演里面的大哥级的人物,可能是因为资历的原因,冯小刚对他很尊重,才有这么热情的拥抱一幕。 冯小刚和陈凯歌都是影视圈内著名的导演,两个人私下关系很好。 否则,导演圈里谁能搂冯小刚的脖子而不让他生气的。